推荐了一个在日本韩国和中国东北常吃的一个汤叫大酱汤炖萝卜 日本人有时候叫关东煮 韩国叫大酱汤 其实都是咱们中国人传出去 准备这个酱可以用东北大酱 也可以用日本人的味噌酱 都是一样的 都是黄豆发酵出来的那种 加了盐的酱料 做大酱汤先呛一下锅 用油烧热了以后放入葱段和姜片 呛一下锅 然后把酱快一勺放进去 翻炒几下 然后就加入开水 加入开水以后 咱们把切好的萝卜块放进去 白萝卜就是叫大根 不太喜欢吃辣的人 把大根削去皮 然后切成方方块块的 还可以在这个方块上面画上个十字刀 方便它入味儿 这没别的放进去以后就是一个大火烧开 然后小火慢炖吧 慢慢让这个酱的味道跟那个萝卜融合在一起 萝卜的味道到汤里 酱的味道到萝卜里 最后就是盛出来 连这个酱带萝卜一块吃 吃萝卜呢 前面咱们吃这个肉啊 吃这个馄饨啊 豆角啊 咱们消失化机 用点酱呢 补充点盐味儿 补补心气 就吃这个馄饨啊 吃这个馄饨啊